我要就今早烏克斯长老及罗斯本长老的基加演讲 再加上一些我个人额外对于圣灵的见证给出机会的儿童们 不久前的某一个星期一晚上 我和妻子丽莎去拜访住家附近的一个年轻家庭 在他们家的时候 这个家庭邀请我们留下来参加家人家庭晚会 还告诉我们他们九岁大的儿子已经准备好了课程 我们当然就留下来了 唱完开会圣诗做过祈祷 讨论家庭事务之后 这个九岁大的男孩便开始上课 他读出自己亲手写下的课程里一个深具洞察力的问题 圣灵会如何帮助你 这个问题让全家人开始进行深具意义的讨论 每个人都分享了一些想法和见解 教师所做的课程准备和他提出的好问题令我印象深刻 一再使我内心激荡 从那时起我就不断问自己 圣灵会如何帮助你 而这个问题特别关系到所有即将满八岁 正为洗礼做准备的初级会儿童 以及刚接受洗礼和圣灵恩赐的儿童 这也关系到成千上万的新归信者 我要邀请各位 特别是初级会儿童 想一想圣灵会如何帮助你 我沉思这个问题的时候 想到年少时的一个经验 我在蒙召喚进入十二使徒定额主后不久 曾把这个护士告诉罗巴海尔斯长老 后来他为教会杂志撰写我的生平简介时 也把这个故事放了进去 有些人或许听过 但或许很多人还没听过 我大约十一岁的时候 在一个炎热夏日 父亲和我在附近山区践行 爸爸沿着陡峭的山路往上走 我在路两旁大石头上跳来跳去 我打算爬到一块大的石头上 于是开始往石头上攀爬 正当我攀爬时 爸爸出其不意一把抓住我皮带 很快把我拉下来说 不要爬到那块石头上 只管继续沿着步道走 几分钟以后 我们从步道较高处往下看 吓了一大跳 我们看见一条大响尾蛇 正在我打算爬上去的石头上面 享受日光雨 后来开车回家的时候 我知道爸爸在等着我问 你怎么知道那里有事 所以我问了 而我的问题是我们讨论起 圣灵和圣灵会如何帮助我们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所学到的事情 各位看得出来圣灵是如何帮助我的吗 我永远感谢父亲聆听圣灵微笑的声音 因为这可能救了我一命 在进一步思考圣灵会如何帮助你 这个问题之前 让我们先来温习一下 关于圣灵我们学习了些什么 我要强调的只有三点 第一 圣灵是神主的第三位成员 我们从信条第一条学到这项真理 我们信神永恒的父 和祂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 第二 圣灵是一个灵体的人物 如现代经文所描述的 父有像人一样可触摸的骨肉身体 指也一样 但圣灵没有骨肉身体 而是一个灵体的人 若非如此 圣灵就不能住在我们里面 这意思是圣灵有灵体 但不像父神和耶稣基督那样 具有骨肉身体 这项真理清楚阐明了 我们所熟悉的圣灵的其他称谓 包括神圣之灵 神的灵 主的灵 应许的神圣之灵 和宝慧师 第三 圣灵的恩赐是借由暗手礼而来 洗礼之后所执行的这项教仪 使我们有资格经常享有圣灵为伴 执行这项教仪时 配衬了麦基喜的圣子 持有人将双手放在那人的头上 称呼他的名字 说明他们的圣子权柄 并奉耶稣基督的名 证实他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 然后说出这句重要的话 接受圣灵 简单复习了有关圣灵的三项重要真理后 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 圣灵会如何帮助你 就像我在童年经验中所描述的 圣灵会在你面临身体和灵性方面的危险时 预先警告你 借此来帮助你 我在日本的区域会长团服务时 再度学到圣灵在警告方面 办以重要角色 那时候 我与日本仙台传道部建刚里特会长 有密切合作 建刚会长在安排平常的传道行程时 计划要为他传道部南区的传教士领袖 举行一场会议 召开会议的前几天 建刚会长得到一个灵感 是一种心理的感觉 要邀请那个地带所有的传教士 来参加领导人大会 而不光是指定的少数长老和姐妹领袖 当他宣布了这个打算后 有人提醒他 这场密会议是专为传道领袖安排 并不是针对所有的传教士 不过为了服从所得到的提示 他还是把惯例搁置一旁 邀请了包括辅导室 等几个沿海城市的全部传教士 来参加会议 到了预定的那一天 也就是2011年3月11日 传教士都聚集在郡山这个内陆城市 一起参加扩大举行的传道会议 就在会议进行时 一场九级的地震和海啸 清晰了仙台传道部所在的日本地区 不幸的是 许多沿海城市 包括以前来聚集的传教士 所服务的城市 惨遭重创 伤亡惨重 后来福岛市也遭受核灾事故 那天传教士开会的教堂 虽因地震而受损 但由于服从圣灵的提示 健康会长夫妇 以及所有传教士 都安全地集合在一起 他们处在安全的地区 离海啸袭击 急受核城污染的地方 有一大段距离 只要听从圣灵的提示 那灵感往往是祥和平静的 就可以远离属灵和属世的危险 甚至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弟兄姐妹们 圣灵会借由警告来帮助你 就像他对我父亲和健康会长 所做的一样 为了继续回答圣灵 会如何帮助你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来探讨 圣灵是保会师的角色 生命中突如其来的事件 会造成悲伤、痛苦和失望 然而 在这些考验中 圣灵为我们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即保会师 实际上这是他的称谓之一 耶稣基督在描述这个神圣的角色时 用了令人平安、安心的话语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会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为了进一步说明 我要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许多年前一个有五个儿子的家庭 从洛杉矶搬到一个小社区 最大两个儿子开始在高中参加体育活动 认识一些朋友、领袖、教练和许多的人 都是中心的教会成员 这些关系帮助大儿子 费南多和他的大弟接受习礼 费南多后来搬离家继续求学 并且参加大学的美式足球队 他与高中认识的女友贝利在圣殿里结婚 费南多与贝利完成学业后 热切期待着第一个孩子出世 哪是个女胎 但就在他们的家人协助费南多 和贝利搬回家的过程中 贝利和他妹妹所开的车 在高速公路上 不幸遭遇连环车祸 贝利和未出世的女儿都因此丧命 费南多悲痛不已 贝利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一样悲痛 然而一股截然不同的深刻平安和安慰 也几乎立即临到他们心中 作为宝会师的圣灵 确实支持了费南多 度过这令旁人难以理解的痛苦 圣灵所传达的永久平安 让费南多能以宽恕与爱的态度 去面对这场悲惨事故所牵连的人 事故发生后 贝利的父母打电话给贝利正在传教的弟弟 他在一封信里描述了自己 听到心爱的姐姐 在车祸不幸去世时的感受 听到你们遭逢俱备 声音轻然如此平静 实在令我惊讶 我当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能想到的只是在我返乡后 姐姐已经不在了 你们对救主和他的计划的坚定见证 安慰了我 我在研读和教导时 那种让我渲染玉气的甜美感受 再次充满我的内心 我那时得到安慰 也记起我所知道的事情 圣灵会借由安慰来帮助你 就像他对费南多和贝利一家人所做的一样 圣灵也为父子和一切真理做见证 主对他的门徒说 但我要从父那里猜宝会师来 就要为我做见证 为了描述圣灵作为见证者的重要角色 我要继续讲述费南多和贝利的故事 各位如果还记得 我说过费南多和他弟弟接受了洗礼 但他的父母和另外三个弟弟都还没有受洗 尽管多年来 这个家庭受到许多次邀请跟传教士见面 但每一次他们都谢绝了 贝利和他们未出世的孙女过世 所带来的痛苦 让费南多一家人悲伤欲绝 他们找不到安慰或平安 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儿子和贝利家人 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重担 最后他们得到的结论是 他们儿子所拥有 而他们所没有的 就是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 这一定是他获得平安及安慰的来源 有了这样的理解后 他们便邀请传教士来教导 他们全家认识福音 结果 他们对这伟大的幸福计划 获得了自己的见证 这计划也为他们带来迫切寻求的甜美平安 与使人平静的安慰 痛失贝利和未出世孙女的两个月后 费南多的父母和他两个弟弟接受洗礼 以及圣灵的恩赐 费南多最小的弟弟也期盼他能在满八岁时受洗 他们每个人都见证灵及圣灵 为福音的真实性作证 使他们渴望受洗并接受圣灵的恩赐 弟兄姐妹们 圣灵会向你们做见证来帮助你们 就像他对费南多一家人所做的一样 现在来做个总结 我们辨论出三项以启示的真理 使我们能够认识圣灵这些真理事 圣灵是神主的第三位成员 圣灵是一个灵体的人 以及圣灵的恩赐是借由暗手里而来的 对于圣灵会如何帮助你这问题 我们也找出三个答案 圣灵会提出警告 圣灵会带来安慰 以及圣灵会做见证 对于正在准备接受洗礼和证实的人 或是刚接受洗礼和证实 甚至是已经接受洗礼和证实 好长一段时间的人 保有圣灵的恩赐 对我们的身体和灵性的安全 至关重要 我们要借由努力遵守诫命 做个人和家庭祈祷 读经文 力求与家人和所爱之人 保有互爱互量的关系 来做到这一点 我们应在思想行为和言语上 保持美德 我们应在家中在教会 并尽可能在神圣圣殿里崇拜天父 谨守着圣灵 圣灵就会一直谨守着你 结束时我要提出一项邀请 并做我确切的见证 我要邀请各位更完全地奉行 初级会儿童经常唱的一首歌 我确定他们都认得歌词的意思 聆听 聆听 圣灵在低声细语 聆听 聆听 那微小声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认你们是年长或年幼 我要为父神 耶稣基督和圣灵这三位 主成神主的荣耀神圣人物 献上我的见证 我见证 身为后期圣徒的我们 活在这圆满的时代里 所享有的其中一项特权 就是圣灵的恩赐 我知道圣灵确实会帮助你 我也要特别为耶稣基督 和祂身为我们救主和救赎主的角色 以及神 我们的天父 做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